哈囉 等我一下 這是今天 晚安 你們吃飯了嗎 我還沒吃飯 所以呢 我要再來 吃飯 晚安 好的 今天是禮拜幾 禮拜四喔 又是熟悉的禮拜四 今天可以幫我放音樂嗎 我沒有音樂 I need music 然後 太黑了 沒有 沒有啦 不是十點半才會在這裡 我們以前都在這裡播啊 這是一個充滿我們 可能大概 兩三年前回憶的地方 沒有啦 我還沒有去新的地方啦 我還沒有去新的地方 沒有啊 有嗎 這是那個呢 一不小心團服 我穿過了嗎 我忘記了 我還沒有搬過去 有拿出來 我有拿出來然後我沒有穿過 對 沒錯 哇 這是一樣啊 一模一樣的是 那今天要來播什麼呢 好啦就播那個 熟悉的一首歌 對我 我沒有穿過 我只有拿出來給你們看 然後說的是一不小心團服 但我沒有穿 好的 晚安晚安 晚安 我要按那個 但我們在這 我在講什麼 因為布丁狗已經先搬過去了 就是先收起來了 就先搬過去 然後 然後 現在就只剩下一張海報 提到一張海報陪著我 之後新的地方會 應該會比較粉吧 如果我 佈置好以後 現在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 我的佈置的那些東西還沒有到 等到我佈置好之後 再開給大家看 我應該還是會帶走 應該 到底是我先布置好還是先有六張海報呢 不知道 應該還是會先用這個 還是會先用這個 四張海報 然後今天的晚餐吃 猜猜看今天晚上吃什麼 然後今天買了一個盤子飲料 但很好喝 今天買了盤子飲料 登登 這樣猜得出是什麼 欸你怎麼知道 真的是咖哩耶 你是不是 有透視眼 我今天晚餐真的是咖哩 剛剛去買的 因為今天 前面有 事情在忙 所以呢 今天就延後半個小時 開 波 不是啊我不是要搬去宿舍 我沒有要住宿舍 我要住在家裡 是工作室要換一個 換一個新家 換一個新地方 沒有可能只是我的 沒有圖的很均勻 不行啊因為我是 我是 我是 就是 沒有很遠的人 我不是外 外縣市的人 我要來開箱我今天的晚餐 這是我第一次吃這個咖哩餐 應該還不錯 蠻香的 我是 應該是不太有機會 可是那也不一定抽得到 而且那好貴喔 太貴了 我今天喝的是 913鮮奶茶 沒有如果 可以掉戶口 但是要兩年前就要掉 我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真的好喝 沒有 沒有欸 是我自己發現的 它真的很盤 我今天有加珍珠 我覺得加珍珠也很棒 它就是 喝的時候會有一個茶香 清香就飄出來 然後珍珠就是 咬 越嚼越帶勁 就有那個蜜香的味道 唇齒流香的感覺 非常的棒 這就是 缺點 缺點就是比較貴 對不起喔 我就盤 我就盤 可是我 我用林一雲的會員 我都 我都報林一雲的會員電話 超好笑 沒有啊 我很少在調日子 我來吃看看這個 咖哩飯 還不錯 但是它這個咖哩飯如果是 有人很堅持咖哩跟飯要分開放的話 你就會崩潰 因為它是 飯直接淋上咖哩醬 所以 不是天人的會員 是那個 成品的會員 那那個人一定會很崩潰 但我是咖哩跟飯當然就是要攪在一起的人 我是 我是吃 吃這種東西 都要攪在一起的人 大家是哪一派呢 我是攪在一起派 我覺得攪在一起是必須的 這樣才會 每一口都有 不知道 好吧 雖然說分開 也會每一口都有 但是 反正我就喜歡攪在一起 就是我也是都可以啦 但我也覺得攪在一起比較方便 雖然有人會覺得說 攪在一起可能 看起來比較 沒那麼美觀 但我覺得這個 這個咖哩飯真的不錯吃 它的 怎麼形容 它很 軟 入口即化好不好 反正就是 但是我吃布丁不會攪 我覺得吃布丁攪拌 看起來太噁心了 那這樣我其實是不一定 我要看什麼東西 我吃布丁不會攪 吃布丁攪 我覺得很噁 是 甚至是能夠接受 但我覺得 就真的不太美觀 有阿 有人吃布丁會攪拌 對對對 滷肉飯的話 應該是不會特別的攪 滷肉飯不會特別的攪 就 好像會 好像會攪 有阿 有人會把布丁攪 攪拌 攪拌 因為要跟 焦糖 因為 你直接吃 會吃不到 一開始會吃不到焦糖 所以人生人就會 攪拌它 但我不會 好 都不攪 我會希望拿先生寫主題 說明未來會推出什麼樣的主題 這我還真的沒想過 因為我好像也沒有特別想要 想要 喜歡的主題 我好像是一個很隨和的人 非常的棒 這個 913鮮奶茶 我真的沒有試過 把布丁倒出來吃 然後 對 就是它 我一直來都是直接打開 直接吃 要洗盤子 上班族一樣的 哦 嗯 上班族 好像是 OL風的感覺 怎樣全家有913冰淇淋喔 為什麼我不知道 是最近的那個嗎 最近不是有一個什麼 新的那個 我不知道是什麼 對 而且它倒出來應該很困難 這咖哩飯很 它的醬很綿密 它的醬很綿密 嗯 不錯不錯 好吃好吃 它是水蜜桃口味的胖胖冰 我還沒有吃過 我應該蠻想吃看看的 天人出的冰 哦 真的喔 那就跟這個913鮮奶茶一樣好喝 一樣好吃 好啊我會去吃吃看水蜜桃 都是澱粉 好嗎 哈哈 讓我 讓我想用一下 晚餐 讓我想用一個 飽足一點的晚餐 但我應該是吃不完 吃不完就可以倒進去吃 他們已經吃過晚餐 我自己一個人 孤單的吃晚餐 最近還在 就是探索那個 新工作室的 那附近的 美食 最近就是 因為還在搬嘛 然後去搬的時候 也會順便買那附近的 好吃的東西 順便好吃的東西蠻多的 也很多飲料店 準備變胖 沒有啦 我最近都喝無糖的一些奶茶 就是 可以激勵自己 又不會太有醉又有膽的感覺 我今天聲音有點小聲 真的假的 哈囉 我已經買了很多東西回來 反正是我 剛剛 用太多喉嚨 真的還烤了 沒有 真的還好 真的嗎 真的嗎 不舒服嗎 你也是 她是衣服的 好 邊咬出它的那個蜜香 就很開心 吃咖哩飯嘴巴都會變黃黃的 913鮮奶茶 加珍珠 我會喜歡一種就是 你邊咬可以邊咬出它的蜜香 這種感覺很有成就感 很開心 還好我現在應該不算穿白衣 對我喜歡軟軟 但是就是 雖然說它是偏有嚼勁的 但是因為每一口 每咬一下都 有那個甜甜的味道出來 所以還可以接受它 雖然我不太喜歡太有嚼筋 因為我覺得一直嚼就很累 但是這個就是你嚼了 你會有那個甜味 你就覺得不累了不累了很棒 就是 因為有那個 甜味所以會讓你覺得 我願意為了這個甜味而努力的咬 這是 這是這個珍珠給我的啟發 可是我就是喜歡 就是喜歡有點 可以動動嘴巴的 喜歡加料 好可愛 晚安 這咖哩飯真的還不錯 還是因為我餓了 但我好像也沒有很餓 但就是晚餐時間 就是得吃一下 就是要吃飯 對啊好像這個蠻大份 這個 大家猜這份多少錢 可是我覺得小珍珠就沒有存在感 小珍珠就是 會讓你覺得很空虛 就是喝 然後 就是 什麼都沒有 就消失了 就吞到肚子裡 60 75 中間 60跟75的中間 不對不對 不是60跟75的中間 反正它 喔 介於60跟75 OK 69 再低 好像在玩什麼終極蜜嗎 說得真好比我的手搖還要便宜很多 沒辦法 我今天就是買了 盤子手搖 但我今天就是 因為 就是想喝麻 我想喝幾天了 難得我今天 會 去公司 我就買了 難得好不好 答對了 65 我超愛玩這個遊戲 我超愛玩這個遊戲 確實是這樣 我換新的那個 我換新的電信 但我沒有 沒有換你們 跟我講那個 怎麼不是整個 沒有獎勵 我可以給你一個掌聲 唉唷 它要跟遠傳合併 是嗎 是吧 它要跟遠傳合併 它們最近都在合併 好吃耶 真的嗎 你覺得它沒有很可靠 我那天 問4號它是用哪間 然後就說它覺得還行 還不錯 沒關係啦 我半都半了 來不及了 因為1號也是用那個 雅圈 所以呢 覺得 好像還行 就換 但現在應該還行吧 現在的網路 我現在是用我手機的網路 對啊 它如果以後 它們 合併 熱線免費 欸看得到我久喔 難得這麼明顯 多看街 沒有 沒有我是還是用4G 我覺得5G應該 感覺不到什麼差異 喔因為 3號是5G吧 但它的網路還是很慢 所以就 我愛想辦5G 而且好怪 因為5G 不知道 我自己覺得 感覺沒有比較 沒有快 很多 就還好 沒關係 我已經辦完了 嘿嘿 為什麼會變4G 為什麼會變4G 它會變 它會變慢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開箱那個 我買了一個很大隻的布丁 我還沒有打開來 等一下可以開箱它 喔在冷度的地方 晚安阿密 超大隻的布丁 沒有 沒有比我大隻 這樣好像長得我很大隻 它沒有比我大隻 再用個胖丁好了 它沒有比我大隻 可惜 應該目前還沒有這麼大隻 太大隻的布丁 太大了 我那天 有一天練習 然後 我就跟 我就跟韓韓站在旁邊 然後我就發現 欸我怎麼突然變得比他矮很多 而且是那種很明顯的矮 然後我想說 啊我什麼時候怎麼變那麼矮 還是他長高的 然後 我那天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後來我們 又有一天又見面 然後 我就想說怎麼還是 好像還是有點差 然後後來我們就把鞋子脫下來 然後我們就看 我們再比看誰 誰比較那個 誰比較高 但好像還是差不多 幸好是我沒有變矮 我以為我自己 變矮 結果沒有 我們還是差不多高 不知道欸 而且那天是很 就是 矮一大節 我直接嚇到 我想說我怎麼變這麼小隻 結果沒有 事實證明沒有 不過我從來沒有電過鞋墊 因為我 我需要 鞋墊 就很高 再墊下去就更高 我沒有想要 變高 所以就沒有墊鞋墊 雖然說好像 墊個鞋墊可以看起來 比例更好之類的 但目前到現在都還沒有墊過鞋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沒有 就沒有想過去墊它 已經夠高了 已經夠高了 下面 pudding 下墊就超過170了 可是穿高鞋墊 腳會比較容易痛 比較容易被痠 不穿太久 站住腳會痠 除了表演 會穿到 高跟鞋 平常也沒有穿高跟鞋 平常都是 穿布鞋 學生 學生感 旁邊有一杯 道具組的 四支唇 來喝一口 奇特的味道 酷 很酷的味道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它 不知道怎麼評論它 我覺得四季春的精髓是你 你要有那個 對我喜歡那種 茶的清香 你要有那個茶的清香的味道 跑出來 這邊呢會有一種 它被侷限住的感覺 它被侷限住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如果 913鮮奶茶再加珍珠的話 感覺沒有辦法體驗它 鮮奶茶的味道 但沒關係 我還是要加珍珠 因為珍珠真的太好吃了 它會有一種烏龍的味道 我說913 其實我不知道913到底是 是什麼 沒有我無糖 無糖去冰 我最近都是喝 鮮奶茶無糖去冰 體驗它最純粹 純粹最 什麼都沒有的原味 的鮮奶茶 還不錯 這個喝法其實還不錯 雖然一開始可能會覺得 好像可以再甜一點 可是你喝酒就會 習慣那個味道 我現在又回到 無趣了 我又變得無趣了 我又變回無趣了 一直來都是無趣 然後 突然變得微微幾天 然後現在又回到無趣 無糖去冰 簡稱無趣 真無趣 最近一開始 對吧 為什麼不喝鮮奶茶啊 鮮奶茶很好喝 中瓜檸檬感覺很容易膩 我很喜歡馬鈴薯 蠻喜歡馬鈴薯的 咖哩的馬鈴薯裡面也很 你不能喝那個 乳糖不耐症嗎 馬鈴薯很讚耶 尤其是咖哩的馬鈴薯 神聖的存在 鬆軟的綿密的 美味的它 聽到什麼意思 你的腸胃會感到不適嗎 最近有去買一個 新出的燕麥奶 就是那種 那種便利商店 就買得到的 櫃圈櫃圈的 因為我 看Youtube 然後看到 有人推薦 然後我就去買來喝 我好像是買 什麼燕麥 什麼茶歐雷 燕麥奶茶歐雷 然後我那天就喝 我覺得是 嗯 它不難喝 但是也 好像也沒有很好喝 然後就是 應該說蠻清淡 就淡淡的 嗯 然後 但你也不會說 不去喝它 你還是會 我啦 我還是會一口接著一口 但它就是一個蠻清淡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它 無糖鮮奶茶有奶的香味嗎 有啊 但應該也是要看你喝哪一間吧 就是每間 那個茶味跟奶味的比例 可能不太一樣 其實我現在又突然不知道 我到底是喜歡茶味還是奶味 因為我喝這個913 它是有那個茶味 那個茶香的感覺 我也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當然是喜歡茶味還是奶味 還是我都喜歡 馬鈴薯料理很難做要難吃 沒錯 而且它那個燕麥奶是沒有 不會有那種燕麥顆粒 它就是 沒有什麼顆粒感 就很滑順的那種 不然它是圓滿的 不然它是圓滿的 913的茶味真的蠻重的 你喜歡茶味比較重 我也不確定我到底喜歡怎麼樣 我可能都喜歡 只要是鮮奶茶都好 我都喜歡 我這個貪心的人 好了我吃完食 還有剩一點點 交給這道具組處理 喔真的嗎 我好像沒有喝過萬圈的 你說萬圈的鮮奶茶 好像沒有喝過 你用什麼討厭的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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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啊我也不會討厭多多 我會喝一半的茶 我通常都喝四季醇的金軒 這種 下次不加鮮奶 你說哪一個不加鮮奶 我也是可以喝 就是無糖的茶 就是 但我喝無糖茶 就追求就是不要苦澀 但有時候也不一定 有時候 就算是同一個品牌 然後它不同家可能 也會做的不太一樣 像我就記得我很久以前 喝過那個什麼 五圈蘭的四季醇 五糖 他喝到後面超級苦 就是苦到難以下咽的那種苦 但好像後來 所以 喝又沒有這樣 五糖茶要看你是買什麼的 那我喝過的 那個 麻圈的金軒不會苦 麻圈的金軒 五糖不會苦 給九一三一個讚 大概九一三一個讚 是喔 我覺得還好啦 就 平平的 但我還沒有喝過它別的 最近沒有去喝 最近要買盤子飲料 我已經很久沒有買那個 還好 那是大杯喔 這是那個啊 糖圈T 我是比較少喝紅茶無糖 但我覺得紅茶無糖跟綠茶無糖 感覺紅茶無糖比較不會那麼的澀 苦澀 綠茶很容易會就有那個澀澀的感覺 結果一看是苦茶 嚇我死 但我很久沒有喝麻犬了 因為 就是 以前去補習的時候 北車那邊有 現在沒有去的話就 比較少碰到麻犬 或是廚屋 或是 我還講什麼 或是去上班的時候 市政府有一間 但麻犬的金軒是好喝的 麻犬完全可以取在1號 我覺得他們兩個有不同的感覺好不好 還是有不同的感覺 也沒有說 我覺得也沒有說誰可以取在誰 兩個對我來講都是很好喝的東西 而且我真的有一陣子沒喝麻犬 反正麻犬的金軒是真的 我喝無糖了是不會苦的 但金軒苦了會長怎樣 我也不知道 還是我只是剛好喝那間沒有苦 好 應該 應該不確定 反正我覺得金軒無糖可接受 但是我只要點金軒 如果給我一杯麻犬的無糖金軒茶 跟麻犬的金軒雙Q 兩杯擺在我面前 我一杯可以用30 右邊這個 金軒雙Q 可以30幾分鐘解決 左邊的這杯 金軒 無糖金軒 我可以喝一整個下午 或者是更久 一旦有了料 一切就不一樣 喔真的金軒不會苦 好吧那就好 我不太 我其實跟茶不太熟 我就只是 喝 喝的 我也沒有很熟悉 我只對特定我喜歡的品項熟悉 其他我真的都不太熟 是還沒有到寫小論文的程度 我熟的也才那幾個 我還在學習還在探索中 因為我 我就只熟我常喝的那幾個 我好像有喝過他的梅子 但我就覺得還好 我沒有喝過洋漬乾 我沒有喝過他的洋漬乾 哪有 我哪有一直轉推 一號還是一直都是我心目中的 愛好嗎 你知道我有一天 那天我們家喝五圈蘭 然後我記得我好像是 我好像是喝 鮮奶茶吧 還是什麼 然後另一杯那個 一號是 三號喝的 然後我後來就是 就是我原本就喝我的 鮮奶茶吧 然後喝一喝 我就偷喝了一下他的那個一號 反正喔 一號果然還是此生之愛 我的神啊 我的神 他還是心目中No.1 你不喜歡奶 我洋漬乾露就是 因為我其實也跟洋漬乾露不熟 所以 我裡面好像會有芒果 什麼 芒果 然後有什麼 我不熟喔 沒有我跟你講 我喝過也是金軒3Q 我覺得金軒3Q 我覺得金軒3Q 反而太多了 too much too much 因為 他的料反而太多 就破壞那個 雙Q跟金軒茶的平衡 他料太多了 導致有點 失去了平衡 芒果或西米露之類的 反正就是一個很 肝價很高的飲料 然後 可能喝得很有飽足感啦 可以當個點心 這樣 茶味很讚耶 他這個就有烏龍的味道 那我也很久沒喝金軒了 哈囉 最近比較常喝十幾吋 反正呢 我常點的就這幾 這就這 我常點的就這幾樣 所以你們如果問我 但我其實喝的飲料店也算很少 就是還有很多飲料店都是我沒喝過的 我沒有飲料中口 我也可以很清淡 我也接受清淡的那個 水最好喝好不好 水最好喝 我已經算很厲害 那就是謝謝 但我覺得我還是很多件沒喝過 茶具 欸我真的沒有喝過茶 茶圈 我沒有喝過茶圈耶 我前幾天有 欸奶蓋我超不熟喔 不要喝奶蓋 因為我都沒有喝過奶蓋 我超少喝奶蓋 幾乎是零 我好像從來沒有自己買過奶蓋 因為我都是喝別人的奶蓋 現在沒有再喝氣泡水 因為自從那個炭瓶太貴之後 就沒有在那個 我真的沒有跟奶蓋超級不熟 我真的沒有跟奶蓋超級不熟 完全是 大概 只喝過奶蓋幾次 沒有 我就是喝一小口 而且我也很久沒有喝奶蓋 所以我有點忘記奶蓋到底是怎樣 反正就是 那樣嘛 我也沒有喝過芝芝 欸芝芝是什麼 芝芝 芝芝是什麼 芝芝跟奶蓋一樣嗎 好像不太一樣 我只聽過什麼 麻圈不是什麼 葡萄芝芝 芝芝葡萄 芝芝草莓 草莓芝 我都沒有喝過 太怪了 我感覺我也是會喝那個奶 好像有 有啊 我喝過奶蓋 但我覺得奶蓋腳開來不就 就是 是不應該把它腳開來 可是直接喝又 不行 我不會喝奶蓋 我很少 幾乎 幾乎沒有喝奶蓋 跟奶蓋不太熟 我好像 我好像 前陣子做過這種事情 把奶蓋腳開 對 我也覺得飽和 是沒錯就一起喝到 但 飽和我不喜歡奶蓋 不要把話講太久 我沒有很喜歡奶蓋 就是 請奶蓋愛好者告訴我 你為什麼喜歡奶蓋 那我來聽聽你的理由 我就是 沒有喜歡奶蓋 就是 在場有沒有奶蓋愛好者 奶蓋擁護者 請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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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把我的布丁狗牌給找齊了 跟大家分享無用的資訊 而且 奶蓋有 有鹹 也有鹹的 那所以到底是 你要怎麼知道它是甜的還是鹹的 我好像問了很奇怪的問題 沒有 我從來沒有喝過讓嘴巴有一圈白白的這個那個 這個那個 我不知道 我真的跟奶蓋差不多 我剛剛講到一半 我覺得盤子茶 盤子手搖是那個啊 CANCHEN TEA 就是在送菸那裡 有一間 但是它是 對啊 就是你一喝那個盤子手搖 你是真的能夠喝出一點差別 就是 它那個茶這個那個味道 真的有 就是有一種高級感你知道嗎 就是 它會讓你感受到那個 money的價值 那個money的價值 那個錢的感覺 不是錢的感覺 就是你會覺得 喔我是真的 就Level在往上提升 真的假的 你可以去喝喝看 但一杯就要90塊 100塊 這樣 但至少人家是大杯 我今天買那個90塊是中杯 然後我看 因為我今天 我沒有點過913000 然後我今天一看913000 中杯就要80塊 大杯要100塊 我想 那我還是點中杯好了 我原本想要點大杯 但是我一看到價格 嗯 那我還是先點中杯好了 反正我之前是有喝過很多 我之前喝什麼啊 我忘記了 太久沒喝 我以前是有一陣子 會去喝的 因為我就看淋雨就在喝 我就 我也想喝喝看 然後就去買 我有一陣子都是 就是去買盤子收藥 但是一杯就要90幾塊 或100塊 我沒有買超過100塊 我那只賣90塊 哈哈 哈哈 對啊 所以我就不想要買超過100塊 所以我今天也是 沒有買超過100塊 我覺得手搖 沒有辦法超過100塊 不要 我不要直上 我就是要 死守的底線 哈哈哈 牽手我的底線 我的新圈 可能沒有買一送一 我也買不下去 就覺得 你也沒有這麼的 這麼的值得 我花 100多塊 我來評估它值不值得 我覺得它沒有 它 假設今天這個有一個飲料 它真的是好喝到 真的很好喝到 它真的值得100多塊 那當然是新甘情願 但如果我覺得它其實 沒有真的好喝到 我一定要花100多塊去買它的話 就不會買 就是我會看它到底值不值 但其實料也不要太多 我也不是說要很多料那種 雖然我喜歡合料 但我覺得 料適當就好 不要太多 不然就會像 金軒3Q一樣 失去了 平衡 雖然金軒3Q我只喝過一次 但我覺得它就是 料太多了 有點 爆發的感覺 我那時候點什麼糖 我也忘記了 反正就是很甜的感覺 太甜膩了 因為 因為金軒2Q的話 就讓你那個 金軒的清 清香 跟那個料的一個甜味 能夠綜合在一起 約翰有混珠喔 我沒有喝過 約翰有混珠 我一直以為他只有那個 我也以為他只有大珍珠 約翰居然有混珠 就是令人震驚 但我還是覺得約翰真的就是 偏有矯勁 偏硬 我就還好 但也是會喝 當然 不知道看心情吧 心情不好再加個珍珠 心情還行 就不要加珍珠 我被蚊子叮了 哭哭 我最近好像一直被聞著 我也蠻羨慕很少喝手搖的人 我很羨慕就是不喝手搖的人 到底是如何辦到 這個美味的東西 你知道他有時候對你來講 對我來講是一種 精神象徵 他是一個心靈的救贖 就是你心情不好的話 你就覺得必須要來被手搖 來挽救你今天糟糕的一天 3號也是被我推坑 他以前也是很少喝手搖 但是我也是說好好喝好好喝 然後他就跟著一起喝 然後他原本也是不會去喝1號 他現在會自己想要去買1號 他1號就真的很棒啊 但我以前也是不喝飲料的 我以前是不喝飲料的 你知道嗎 是從高中 就是被推坑的這些飲料們 我就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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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啦 就這樣了 就這樣了 我也覺得是不喝飲料的 就不會特別去買啊 像我現在買手搖是會特別去買 但是我以前是國中 國中以前是幾乎沒有 就除非 我就記得因為 就是那種 國小五六年級 然後國中就是可能跟朋友 家裡跟朋友出去 然後可能他們會說 欸要不要買個五圈奶奶 然後就 很久點了珍珠奶茶 我以前就只點珍珠奶茶 因為我不知道其他什麼 我也不懂 我以前就只點珍珠奶茶 然後呢 我也不知道那時候有什麼糖 應該有半糖之類的吧 或微糖 我不確定 反正以前就只喝珍珠奶茶 因為我也沒有嘗試過別人 然後大家都喝珍珠奶茶 那我也就喝珍珠奶茶 就只有這種 偶爾的時候 會喝 那平常就不會 就是不會主動去買 除非 除非我同學說 欸要不要去買什麼 我就喔好啊 買買 現在對 現在是我的舊團 現在是 欸大家不要喝飲料 我很抱歉 對就是可能跟 以前是跟風 現在是 帶風向 笑死 對啊然後 因為以前也 就是不會去主動喝 主動買 主動買手藥 但也沒有很久吧 大概 五六年前 就是大家要 一起胖 我沒有 我現在也沒有 我只是 我只是會說 欸要不要買什麼什麼 我現在就喝無糖好嗎 無糖 無糖 我真的很久沒有喝全糖 我或者是我 其實我不太記得全糖飲料是什麼 什麼味道 是什麼感覺 我不知道全糖是什麼感覺 我也沒有想要嘗試 應該蠻可怕的 就很甜很甜很甜 但其實我不是那種會 嫌這個飲料很甜 然後我就不喝 就算它很甜 我還是會把它喝完 無糖喝 無糖喝不會 有時候你無糖才可以 感受到那個 茶的原味 對無糖值得讚 這個913也不用有糖 就很甜 我說如果有摘在珍珠的話 我是沒有來 單喝它的 單喝它的茶 它就是很有那種很清新的感覺 清清新的感覺 茶香飄出來 然後再一點 不會膩的那種感覺 就說你這種口味 還好 真的還好 我真的 好癢 我的腳 不知道什麼時候被蚊子叮 最近又是蚊子出沒的時間 夏天到了 各位 大家好像放暑假了 我現在是一個 你們放暑假 我已經放了不知道多久 我覺得我可以開學 因為我已經放兩個月 我已經可以開學 我已經是一個可以開學的人了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可以開學 我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該開學了該開學 然後沒有想到我還有 快兩個月 好欸 沒有暑假 你以前也有暑假嗎 我現在正在經歷你過去所經歷過的 你們說你沒有暑假 可是你以前也有啊 那就對啦 我以後也沒有 所以 我以後也沒有好嗎 公平公平 我還可以有好幾年的暑假 哇 很棒喔 先前秋日 紅色的閃光星星 我也覺得我 鏡頭是浮浮的 好像沒有 好本來就是這樣 對啊你們以前也放過啊 你看你之前把時間軸推到以前 你以前也是在嘲笑那些 當然 哈哈你們沒有暑假 好快要指考 如果現在有快要在準備指考的觀眾 應該是沒有準備指考的人會來看我直播 好但我還是要說 順便幫我同學教 那個 為什麼要播我唱歌的聲音 你知道剛那是我小時候唱歌的聲音 大概是幼稚園嗎 好 我要順便在這邊 在那個 怎麼在講什麼 順便在這邊幫菜蘭還有奶酪喊話 祝你們指考順利 指考就不指考 分科測驗 分科順利 分科測驗上岸 耶 那是我在唱歌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突然播放我唱歌的那個影片 挺突然的 兩位 我這樣是抱他們聊啊 沒關係啦 反正他們會順利的 加油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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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很想分享我唱歌嗎 你為什麼要播我唱歌 我覺得 唱的沒有很好聽 雖然說是裝杯但我覺得我喝很久了 最近很多人都熱愛唱歌耶 真的嗎 我一直來都很喜歡 我不知道那個那個影片在哪 那我要講什麼 我發現我小時候其實蠻不會跳舞 也蠻不會唱歌的 就是 真的是沒有天分 你知道嗎 我發現我是個 對於唱歌跳舞沒有天分的人 因為我小時候就很 就是 哇好棒 掌聲鼓 你們有聽到嗎 你們有聽到嗎 沒有聽到就算了 什麼邊聽邊笑 對啊 這是小孩子唱歌的感覺 就是 幼稚園小孩 一跳一跳 的直弦 喔好啊 隨他笑吧隨他笑吧 沒關係 我已經 接受接受 什麼 一跳一跳 的直弦 這是我幼稚園課本的歌 繞出彎彎的曲線 腳指出一張網 新成美麗的畫面 我會我還會 笑死 我幼稚園是幾百年前的事情 幾百年前的事情 幼稚園是幾歲啊 四五歲 大概十三年前 十四年前 好久喔 超久 已經很老了 因為那時候 比較那個吧 比較難忘 怎麼樣唱 的沙發衣 讓我陪著你指導力明 就是 幼稚園就是 就是 幼稚園 以為是Mina的聲音 笑死 直接變幼稚園 小孩 小小小孩 小可愛 小孩 迷你 迷你布丁 好久喔 時間過得非常的快 不知不覺 不知不覺就已經 老了 我是大可愛 不要 我是小可愛 好隨便 我是可愛 我是 我本身就是可愛 算了我還是不要講 這麼那個的話 我是可愛本人 先不要啦 我是可愛本人 我是可愛本人 我是 欸 這太強了 你比大可愛多一點 就是太可愛 這個我 欣賞 我欣賞你 這個這個 厲害 你可以把這句話記起來 我覺得這句話 非常棒 這非常棒 非常棒 不錯不錯 你比大可愛多一點 就是太可愛 哈哈哈哈 你比大可愛多一點 就是太可愛了 哈哈 欸這個話 這句話說得很好 這句話非常棒 有可能喔 有可能喔 這是不是 這是你自己想的嗎 還是是哪裡來的 我已經漸漸開始會覺得害羞 漸漸開始會那個 會 會 會什麼 沒有詞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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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都可以 大家不管稱讚我可愛 或是漂亮 我都非常開心 因為至少你們還願意稱讚我 只要是稱讚我 一直接受 喔 會有點快感到羞恥 怎樣你們希望我 不要有羞恥 當然難得說出口 有點太大膽了 我不是這麼大膽的人 突然拿起 盜月組新買的東西 欸我剛剛說要開箱布丁狗 盜月組請上道具 什麼道具 布丁狗 我放在那個 呃 那個 我的 那個位置的 左後面 的那個地方 一個紅色的袋子 他的袋子很可愛 非常開心 對 就是他 先不要拿出來 來 給我 你看他的袋子很可愛耶 這個賣家非常的有心 他帶著給我一個這麼可愛的愛心 我覺得非常高興 好了 你有一個玩具 來我們先偷瞄他一眼 看到嗎 這個黃黃的 他把他拔出人 高力圖把我拿出來 太難了 太累了 好我自己拔 欸 欸有有有有 出來了出來了 超大一個 完全遮蔽這個螢幕 笑死 他之後也會成為 新 新空間的一個 布景之一 幫我打開 這個是110公分的布丁狗 他應該是我處理過的那個 把他壓縮一下 不然他真的太大了 110公分 沒有他就是普通娃娃 我覺得他因為太大了 所以非常值得入手 可以比枕頭還要大吧 非常地寬 來吧 出來吧 解放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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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 耶~~~ 它好大隻喔 好可愛喔 它好軟 只有頭 對 只有頭 這是一個只有大頭的布的一個 它沒有身體 給大家看一下圓一點 這是它的拉臉 棉花 好多棉花喔 拉不起來 哇 大頭 大頭 下雨不愁 大頭 大頭 它是頭套 不是啦 你看它帽子就已經比我臉還大 大頭 大頭 下雨不愁 好舒服喔 好舒服喔 可以睡覺了嗎 可以睡覺了 哈囉 喔 里奧基 這個不能帶啦 不要 我不要進去 不會帶出門 真的太大了 要把它抱住就有點困難 試試看 哇 你看它可以直接遮住我 這麼大一個 而且它毛毛的 好舒服喔 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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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佔據整個桌子 直接沒辦法握手 欸~~你看他耳朵超大一個 對啊他可以當作懶人沙發 直接 而且他帽子也太大一個了吧 可以直接坐在他身上 好棒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真可愛 我真的是先不要 哇好了 哇放在這裡剛好 哇好大一個 他真的佔據了我的影片 好了 我們就這樣 欸我哪有頭大 這帶不進去齁 現在我覺得剛好 可能現在天氣比較涼一點 可能有開冷氣比較舒服 他的臉超大的 哈囉 我是布丁哥 我臉變超小 笑死 太棒了 你不是說我大頭 對啊如果他有再加身體的話 就更大了 但我目前還沒有看到 就是有身體 然後那麼大的 可能不好 不好弄出來吧 可以留見古宋的展光星星 我最大隻的布丁狗 就是 好像45公分吧 的那個 不要演一下 大家好我是布丁 布丁狗 我是布丁狗 欸 雖然雖然這個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可愛的影片 雖然他已經出來 那我前幾天再看到 是布丁狗的影片 沒有我不太想買他的身體配件 我覺得有個頭就很棒 太多了太大了 這個這個 布丁狗 的動畫 好可愛喔 雖然我也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但反正就很可愛 他找不到他的書吧 他在跑步 好可愛你看 還有他的朋友 好可愛 對 周年紀念的影片 他怎麼長那麼可愛啊 你看他怎麼長得這麼可愛啊 怎麼這麼可愛的 狗狗 布丁狗怎麼這麼可愛啊 你看他好可愛 他連跑步都走路 他連走路都好可愛喔 你看他的耳朵會動耶 他上車 他上車了 他在搭車 他在滑手機 他在走路 他在走路 他在左右搖擺 他很開心 他很開心 他很開心的走路 他到布丁狗餐廳了 他放了他的包包 他坐上去 他在吃自己 他走不出去了 他走不出去了 他要回家了 他在看夕陽 看見夕陽了嗎 他躺下了 他躺下了 他找到了 他很開心 他在走不出去了 他在走路 他在走路 你看好可愛 你看他的耳朵 他的耳朵好可愛 啊 他的朋友 他朋友好多 他跟馬芬 你看他的耳朵好可愛 你看他的耳朵好可愛 他走了 真的假的 但我看不懂啊各位 我連他剛剛的內容 在講什麼我聽不懂 他是怎樣 告訴我 我的那個 為什麼 紅紅塗不到旁邊 他怎麼投稿 他投稿什麼 對呀 反正很可愛 這樣的可愛 會動的布丁狗 真的是 非常的可愛 就是 療癒人性 布丁狗就是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療癒我的東西 療癒我的可愛的東西 喔 了解了 看到他就不開心 他這個黃色很溫暖的顏色 給我溫暖 欸這個真的好棒喔 買得非常好 可能比較不好攜帶 但他的毛真的很軟 很舒服耶 可以躺在他身上一整天 好 布丁的外號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叫布丁 應該是 差不多 因為我很喜歡布丁狗 所以叫布丁 對差不多 謝了無語 希望我可以療癒到大家 那當然是 我的榮幸 好嗎 非常開心 我可以帶給別人一點力量 哈囉 繼續聽歌 有可能喔 但我也很喜歡布丁這個名字 我覺得很可愛 布丁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沒有我從 從很久以前 甄選的時期開始 大耳 才不會咧 我如果喜歡大耳 才不會叫大耳 我如果會喜歡大耳狗 才不會叫大耳 不知道 可能就會取別的名字了吧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還能取什麼 欸 我跟你們說我現在 就是看到有一個怕恰狗 哇超可愛 其實怕恰狗也很可愛 其實大耳狗也不差 好不好 但因為 開始搶我們布丁的寶座 所以我 沒有辦法 一直稱讚他 可能 我也不知道如果 我今天不叫布丁 我會叫什麼 我的綽號會叫什麼 我可能就沒有綽號了吧 可是不行欸 如果沒有綽號 就很容易跟阿潘搞話 然後他就叫阿潘 我就叫家喻 好啊我買了 再給大家看 超可愛的一隻怕恰狗 對可愛可疑是對手 我們不能否認他的可愛感 但我們也 沒有要特別推崇他 我要講什麼 我剛剛講的 唉唷 他要播這個版本才對 我也不知道欸 如果我不叫布丁的話 我的綽號會是什麼呢 想不到了 家家叫我家家 家家 家 aqua 大全摔 但很多人都有家 對 很多人都有家 文針 reconstruct 可惜我不叫альная 然後家人們會這樣叫我 阿玉好Local的感覺 阿玉耶 哈囉我是阿玉 大家好我是阿玉 我是阿玉 阿玉 沒關係啊 反正我們至少有這個 我們還有這個 布丁這個名字 笑死 接地氣 嘿阿玉喔 嗨阿玉 對 聽起來很Local 接地氣 接地氣 沒關係 現在我有布丁 我有布丁 有布丁 而且iPhone手機不是都會有那個名稱嗎 然後我的手機名稱 之前叫Pooling 就Pooling 然後現在叫布丁 他們都會叫我佳 佳 佳 愛玉 對耶 我還沒有幫他取名字 他也誤以取什麼 那他要叫什麼 大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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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叫大丁了 我還沒有去住那個耶 我真的覺得好貴 大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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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很Local 他就這樣吧 大丁 哈嘍 他是大丁 跟大丁說他 哈嘍 我是大丁 好嘞 大丁 大丁 非常的直白 誰藏在裡面 誰藏在裡面 沒有人藏在裡面 棉花藏在裡面 我們剛好剖開他 這個大丁 那叫大大丁 他把他帶出門真的蠻困的 除非把他壓縮到剛好 來開招時間 他裡面全部都是棉花 不要 我現在想要叫他大丁 我的肚丁狗通常就是兩隻 什麼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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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 只在皮出門 然後我再另外準備一包棉花 抱著他出門再引入住 我應該把他背 背著 我不要裝進去 OK 把他背出門 什麼 你要 我就讓他坐你的位置 為什麼啊 你為什麼不跟我拍 你要跟他拍喔 好吧 他有叫大師 算贏了 還有一個棉花 掉出來 一個小屑屑 大家想要跟他拍照是不是 那我就不上班了 就交給他 好嘞 大丁 再班 神推身體 施特 你要跟我拍 你看 我還可以再自己填充先棉花進去 對啊 還可以自己加欸 你要跟大力賣人 可是我要把他帶去好麻煩喔 想到就覺得累 你看他一百一十公尊 這麼大一個 行李箱塞不下 我知道他為什麼要 不會裝那麼多棉花 因為他把它 縮小 你看我這樣可以壓他 可以壓扁他 這樣他比較好寄出來 不然他 如果拆一碗棉花應該太大了 你看我還可以把它 把它 把它擠扁 他很像這樣 我不要啊 我不是蝦妹啊 我不是鴨妹 誰要幫我扛 我不要扛 我考慮看看好不好 讓我考慮一下 好嗎 對啊 我考慮一下自己在家 臉花 怎麼一代你要扛 有點過於震撼 有點過於浮誇 有點過於浮誇 上次那個布地龍 喔 可是我已經借好果實的刺激了 不夠合照 那就再看看囉 哈哈 等下是活動 還有沒有機會穿 I don't know 戴在頭上 他已經比我的頭還要大很多倍了 不知道耶 沒什麼問題 今天就這樣死過 他要帶板子 你就在這邊 這個是大意思 我們今天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就是這樣 我可以開始睡覺了嗎 我可以開始睡覺了嗎 因為他的耳朵 不要 而且他耳朵其實也沒那麼那個 所以他的耳朵是這樣 很大一點 他這裡比較空 比較沒有眼花 我們今天就跟大丁聊天了 我先睡了 跟他聊天 我要睡了 晚安 我要睡了 哈哈哈哈 拜拜 呵呵 對 有他在我就會想睡覺 真的很舒服 對 底下留言告訴呂罐 我今天喝什麼 抽烤抽烤 謝謝修哲的禮物 這樣一抱他就會想睡覺 319 319是什麼 什麼 913 319 笑死 你跟店員說 我要一杯 319鮮奶茶 店員說 呃 你是說913嗎 你真的 你喝過 319是搬 913也可以搬起 9年13班 我要講什麼啊 想不起來 我說 我希望我以後 有個機會的話 我可以去那個 喔真的喔 他 他不是有個什麼 913茶王還是什麼 喔所以他如果不加新來 是苦的 那我就不要去喝了 我不要喝他的純茶 我以後有如果有機會 我也想要體驗 一日飲料店 不行啊 不行一日飲料 蠻多一點 反正我會 如果有機會 我也很想要體驗這個 去飲料店 當店員 打工 這種 就很想要 因為我覺得飲料店 都會有那個 那個茶的味道 會有那個飲料的味道 聞了就很開心 就覺得 哇我在喝飲料的感覺 沒有沒有 其實一隻布丁狗中 那感覺超熱 喔真的茶王有點小苦 你吃不了苦 不會吧 你應該還算吃得了苦 那好吧 那我就 不要那個 那我今天想看一個影片 好像是如果我 今天要加某一間飲料店的話 那就要花蠻大的筆金額 我覺得我應該是沒有辦法 有那麼大一筆金額 一日布丁狗中 我為什麼要搞我自己 不行 自己開一間飲料店 沒有啊 我現在去試試看打工 我覺得就是製造出一杯飲料 是一個很神聖的過程 你可以給這個人一個快樂 就跟幫偶像一樣 你可以透過你的一己之力 給別人快樂 還有希望 還有救贖 還有 生活下去有些動力 我今天影片都對我來講 就是這麼神聖的 這麼 再爛泥 我被搞吧 我可以取個飲料 那叫小小爛泥 小爛泥 欸 你要喝小爛泥嗎 真的喔 可能他們很忙的時候 就真的很氣吧 我可能需要去那個 很悠閒的飲料店 我覺得我飽 我應該會 真的忙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很神聖吧 但感覺可以製造一杯飲料 然後遞出去給這個人 哇 這飲料好開心 小爛泥先來擦 芋泥 感覺小爛泥就要加芋泥 芋泥 我要加芋泥 我們可以專注於 讓幾個人快樂就好 我已經講超久了 不知道我這輩子有沒有機會 開一間飲料店 期待TP跟飲料店甜蜜 我也期待 我也很開心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我自己開一間店 然後 沒有 我應該會 請上加芋 我沒有那麼多行 行李去創造一個品牌 去研究一大堆 可以爭取別的 我有點難自己爭取 然後那種東西 不是我想要爭取 就可以爭取得到的 出不進3萬我頂下來 哪一個哪一個 你說那個嗎 可能等到我 老一點 我已經跟芋飯堂合作 跟芋飯堂怎麼合作 把我臉印在上面 教學菜芋飯堂 怎麼再睡嗎 希望我未來有機會 加某一間飲料店 然後 我沒事的時候 就可以在那邊搖搖手搖 然後也不會有人罵我 因為我只是老闆 感覺家布丁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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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跟我說好不好吃 好棒喔 我們就自己去裡面 咬飲料 自己加爆珍醋 但也不要加爆太多 有啊 我想感覺 咖啡廳主要都是 是可以把自己 就是把那個咖啡廳 裝潢成自己理想的樣子 然後有錢的話 有錢的話 有錢的話 希望我未來有機會 開一間飲料店 這是我人生夢想 夢想 夢想 水很深 主要是要先有錢 有錢一切都好解決 那我覺得我未來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不會成為一個 有積蓄的人 也不是說我會很沒錢 那我覺得我 也不會成為 有多餘的錢 可以開飲料店 可以開飲料店 我覺得我 應該沒那麼厲害 你們要投資我嗎 確定要投資我 跟布丁狗合作那個飲料杯 還推出那個 推出那個 那個 周邊商品 沒有我沒有花錢 那是不流水 可以有壓序 謝謝你的笑話 你要開這童子品 謝謝各位股東 謝謝各位股東 好嗎 但這可能是我很久很久以後 才可以達成的事情 把這個當作是我人生的一個小夢想 每年暑假都在講那個 每年暑假都在講那個 或是我可以 喔不行 我是加盟店 我就不能那個 我就不能自己研發 研發那種 喝了也不會胖 但很好喝的飲料 哇好難喔 也許很久以後 科技會進步到 讓你 喝了飲料不會胖 那就很棒了唷 或是我可以發明出 喝了不會胖的珍珠 心痛的滋味 不知道 不知道以後會變得怎麼樣 就假如說 十幾二十年前的人 也不知道 現在的時代是進化到什麼樣子 未來令人期待 不一定了 然後直接開始快上 可是自己發明就要花很多的心力啊 就是感覺我沒有辦法這麼的 主打三口 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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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口贏 有那種飲料店叫做 可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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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喝 好像什麼飲料店叫 可以喝 我沒有喝很多好不好 真的沒有 而且我真的是 只對幾家店熟欸 我真的 對於手搖這麼廣大的市場 我只是熟悉這麼一小滴滴滴 好啦這樣好不好 哈哈 要主打走出自己的新路線 那是什麼 要為減肥族群的人著想 就算減肥還是要喝手搖 減肥不成為我們 不喝手搖的 阻礙 應該不用這麼辛苦吧 感覺都要店員自己咬 感覺他們會 會有職業傷害 現在不是幾乎都沒有那個嗎 現在幾乎不是都機器嗎 現在剩茶了 好好享受一下這個茶的味道 無熱量的茶 它這個903鮮奶茶真的不錯喝欸 它有那種烏龍的味道 它到底是什麼茶 我也不太熟 但很棒 不會 我看到新的飲料店 我不會特別去想嘗試 因為 我這個人是喜歡 待在舒適圈的人 我不敢勇於踏出我的舒適圈 我就知道 在這個完美安全區 但最近有在進行新嘗試啊 真的假的用手 不會很累嗎 什麼無糖 什麼無糖 什麼是無糖 我現在在跟大家脫節 你們是在問我現在喝的這個嗎 我現在喝是無糖 要不要看證據 來對焦一下 我睡到小阿妹喔 啊就是有一種超大的烏龍的味道很重啊 它這個對焦不到欸 我很難過 不用 現在囉 現在你們真的相信我 它烏龍的味道就很重啊 感覺很像在喝五圈蘭的那個 那個烏龍 烏龍拿起來 因為它是烏龍嘛 但有些烏龍又會讓你覺得 特別的 那個味道太重 但它的烏龍味也不會那麼重 晚上又睡不著了 那那那那那 明天好像沒事 那還好 明天沒有 沒有要早起之類的 那就沒關係 對 這還有 喝鐵觀音這種 茶 蛤 有家人色完全喝不出來 我現在感覺就是在喝烏龍奶茶 烏龍鮮奶 烏龍拿鐵 我現在的感覺就是我在喝烏龍拿鐵 對啊 我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不會 而且它是不會膩的口感你知道嗎 就是有些奶茶喝酒 你會覺得 很膩 但它是不會 它是 就很滑順 很清新的 採用台東 台灣中部高山茶區的上的烏龍茶 極頂極粉光 人聲嗎 粉光聲 調製而成 哇 我在嘗試那個 嘗試學會描述飲料 我都睡到中午 確實沒錯 對啊 我還不趁這個時間趕快睡到中午 不然我以後怎麼睡到中午 雖然中午是人聲的必備 人聲一定要體驗一些事情 是茶味重還是奶味重 我覺得它是前面有 茶會先出來 你會先喝到烏龍的味道 然後後面才會 飄出來一點淡淡的奶香 我不會那麼晚睡了 大概一兩點 不啦 偶爾偶爾 韓國偶爾才會三幾點 不一定 他們都很厲害 我發現TP的大家其實都 蠻愛熬夜的 我發現 我以為我以為 只有我會熬夜 但是我發現 大家好像都蠻會熬夜的 就是很常 不知道 久而久之觀察下來發現 大家好像都蠻晚睡的 結果每次 欸你最近幾點睡 喔我最近 你知道你等於才兩點睡 我等於三點快四點才睡 所以呢我發現大家都蠻會熬夜的 但大家怎麼都沒有黑眼圈 還是大家都遮得很厲害 請教一下 對啊都在鼻碗睡的 對大家都會就是 到日出 大家都很好笑 就相處久了下來發現 大家都是夜夢 很好 我也遜 你剛剛才睡的 太早睡 然後太陽剛出來才睡 我知道這件事情 早上才睡 就是TP人生 會啊我會 我不管什麼時間 都是講早安 應該大家都這樣吧 對啊應該 大家就是我們的習慣是 就是一見到面子 講早安 不管是早上還是晚上 對因為他們標準 我還算那個 還算那個 小小小小Case 還是菜鳥 我們是我們的那個是 習慣是 就是都是講早安 不管是早上還是晚上 可以啊你可以 我可以跟你說早安 對日本只想說講早安 然後就是 到 到我們這裡 就是直接去講早安 對這真的是一個 流傳到現在 現在很 日本文化的一個習慣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這樣 難得維持一個很久的日本習慣 就是已經 已經成為一個 固定的 一定會 一定會 一定會記得的一件事 就是你會 你會 不小心脫口而出 好 就這樣有時候 我有時候也會 就是跟道具都講早安 那時候已經是晚上 所以我們就是 一上班 然後就進去辦公室 然後跟大家說 大家早安 姐姐們早安 然後就 欸 見到誰 欸早安 哈囉布丁早安 哈哈哈 第二次見面就不會說話 對無論何時是早安 然後就是 結束一整天的工作 喔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辛苦了回家 這樣 早安跟辛苦了 維持了 四五年的習慣 回家不會說話 回家會說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你們現在在聊什麼 對啊 就是日本的習慣 就 第二次見面就是問喝什麼所 欸你今天喝什麼飲料啊 有我如果 看到別人有人喝飲料 我都會問一下 欸你喝什麼啊 我都會試調一下 大家都喝什麼 不會上學就不會 我沒有 我沒有跟大丁說 欸哈囉早安 早安大丁 歡迎你光臨我們家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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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五安晚安 我是Hook 我最近蠻喜歡看Hook的影片 我以前其實很少看 但我最近發現他的影片其實還不錯 感覺大家好像都還蠻喜歡喝鮮奶茶 奶茶 還要去吃水蜜桃 辛苦了辛苦了 來就是你的913先來茶 辛苦了 你今天一個天努力辛苦了 喜歡的人會看喜歡的影片 好感動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還蠻用心的 可以看得出來他對他的觀眾 他的影片是 一直都是很用心 很努力 我要記得只有中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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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對啊我上次沒有吃到胖胖冰欸 那我要點綜合了 OK我可以點綜合 不然我覺得像上次一樣沒有吃到胖胖冰 好啦 我下次去公司的時候 去買一下胖胖冰 希望我會記得 不只要記得買 還要記得綜合 我會記得 我上次有那個 記取那個教訓 我必須要買到胖胖冰 但沒有買到胖胖冰 我就胖 我如果再沒有買到胖胖冰 我就叫自己胖胖一個禮拜 呵呵呵呵呵呵 不會成真的 不會成真的 我不記得我會告訴你 胖胖一個禮拜 有沒有 胖胖 我還真的沒有被叫過胖胖 胖胖其實蠻可愛的 QA shine 欸 我又還沒有那個 我又 還沒有那個 不是 我現在根本就還沒有那個 我不喜歡別人講我胖 因為我就不胖 我沒有很胖吧 就算真的有胖點是異咪咪 真的還好 所以我很不喜歡別人說別人叫我胖胖 現在還是病床是不會有人叫我胖胖 我那天是無奇會講 他被我這個說到笑點 我好像是講什麼 然後我說布丁變胖就變胖丁了 然後他就笑得很開心 他被我拖到他的笑點 笑笑一聽到那個奇會的那個名字馬上就 嗯? 不是 我就因為我還沒買 他可能剛好 可能是我講出來的話特別好笑 我是笑話大師 笑笑 可能是他覺得是我 他可能覺得我很可愛這樣 這樣 這個妹妹 這個妹妹怎麼可愛 沒有沒有 沒事 沒事 我講出來特別好笑 好 我講出來特別有喜感 特別特別有笑點 沒有 開玩笑了 誰會叫我妹妹啊 會叫我妹妹的之後 我那天去買地瓜球 他說妹妹啊你要帶子嗎 我就 很偶爾的會被別人叫妹妹 就我也 我就想要這個 我就想要上次被叫阿姨的事情 我真的氣爆 但他就是那種 那種 偏 忠年 父女 走心欸 大走心 就是 而且真的很像是有個家長 如果就是個小孩手就叫我阿姨 我就算了小孩子 當你還沒懂事 真的這是個媽媽 她叫我阿姨 你 問號你他阿姨 但是你本來是阿姨 就是我有一天 而且我那天去買麻圈 我那天去買麻圈 我們買麻圈喔 然後呢前面就有一個小孩 應該是他的媽媽吧 然後買完之後那個小孩子 還在櫃台那邊買 因為我還在他們後面 然後那個他的媽媽 就告訴我 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反正就叫過來過來 弟弟你過來 那個阿姨要 阿姨要點餐 阿姨要點餐 好隨便什麼 不管反正他就叫我阿姨 他告訴他的小孩 叫我阿姨 到底誰猜是阿姨 而且我那天穿搭是超級大學生喔 我那天穿搭就是一個 短板的毛衣加牛仔寬褲 你知道嗎 非常的青春活力陽光 美少女大學生的一個穿著 他居然叫我阿姨 這件事情我氣到天台 不是他怎麼 他應該叫我姊姊吧 那個姊姊 我看起來就是一副姊姊的樣子 我看起來完全沒有阿姨的味道啊 真的是頭痛頭痛 有啊我發過 我發過喔 我發過喔 那個什麼 有一次我發現 發現洞 我一次有發一個線洞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我那天就穿一個 咖啡色格子的毛衣 短上衣 然後 短毛衣 然後跟牛仔長寬褲 你們去找 你們去找 我有拋過那件衣服的線洞 去找喔 氣死我了 我越講的頭越痛 不是啊 真的是 我跟那個弟弟可能 好吧也許差個十幾歲 差個十幾歲就可以叫阿姨嗎 真的是我那時候甚至還沒有十八歲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冬天的 冬天的 我再發一次 你們沒有截圖下來 反正就是 不會 我那一套歌我就是超級符合 現在青春高中 很高都很高 都很高 大學生 沒有那個超級大學生的穿著 可是我也沒那麼氣 越講越氣 快點 你到底怎麼借我手機 我找出來 我給你們看 謝謝 我來找一下 我肯定是很 穿著很大學生 對啊 轉著上衣 然後我找給你們看 那也很久了 大概是 對 冬天的事情 去年 欸有去年嗎 我也忘記了 去年嗎 冬天的事情 我現在鑑定是不是阿姨 這個這個 看這個 我居然會講出阿姨 我也是沒有辦法 喔找到了找到了 這個啊這個啊 等一下喔 我把他指封到 我不知道那個媽媽看起來幾歲 就三四十八 我也不確定 他怎麼可以叫我阿姨 雖然他是講給他小孩聽 但他還是不可以叫我阿姨 這個啊 這個還不是跟大學生嗎 這個跟我講阿姨 我那天穿醬喔 我那個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 他就叫我阿姨 我是小孩欸 我也是小孩欸 好沒事 不氣了不氣了 好沒事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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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年紀比我想、那你叫我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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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し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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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不會不管船 對啊 我還只是個孩子呀 對啊 也要小的夠多 差個十幾歲再來好不好 你們是不是很像你胖胖 蛤 怎麼 你說什麼 你這個蛋書蛋書 你說什麼 看不見 反正就是突然勾起了我 憤怒的回憶 那時候是什麼時候 我看一下 那好久了 也沒有很久 大概也算蠻久的 蠻久的 喔 2月12 2月12啊 現在是幾月了 7月 哇 也很久了 快半年回來 布神 布神是誰 那你們覺得大概要幾歲才可以稱作阿姨 我覺得至少要30以上 他怎麼可能會覺得我跟他差不多年紀啊 我看起來還是個孩子啊 應該要說自己還是個小孩 最少我在法律上我還沒有成年阿 35以上 年紀到了就會習慣 看長相 好壞喔 我喜歡哪一個 我都不喜歡 我喝完了 我喝完了 我喝完了耶 最近的那個 買飲料的如果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女孩聚會 那他真的是有點太高估自己了 好喝 好喝 快喝完了 我最近 買手藥 自備飲料 被配折5塊喔 最近買飲料的時候都有看到一些 沒有什麼 有些人會用 自己的杯杯 可以省5塊錢唷 謝謝烏魚的禮物 我不會每天喝好嗎 到40還可以嘗一下 應該行 說不定我到40還是長這樣 對還要先買個杯子 要先有杯子 我看他們拿的杯子都蠻大一個的 是也沒那麼誇張 媽 最近剛好會比較多買 因為最近 就是在板甲有點累這樣 就是很需要一個 一杯飲料 感念自己的努力 有有有有有嗎 現在呂罐是有暴走兔子 那還真暴走 反正我喝無糖 我覺得 心裡還算過得去 老妹把阿姨拖得中 可是老妹跟阿姨 好吧可能老妹比較好一點 謝謝呂罐送我專屬的兔子 好棒喔 好開心喔兔子 兔子也很久了 兔子有兩年嗎 應該有吧 謝謝阿笨的帶你去流浪 老阿姨 老阿姨 老阿姨更老了 更老了好不好 父女好像也不太 也沒有很那個 兔子到底多久啊 兔子應該要有兩年了吧 這張海報也很久了 快要兩年了嗎 還是已經兩年了 好像還沒 2020 現在在2022 也快要兩年 時間過得非常快 女士 還沒有還沒有六張海報 六張海報出來的話我會換的 可以更緊的可以更緊 都離我很遠 目前還有一張小距離 還可以持續的 說我還是個年輕的人 年輕人 我這年輕人 還沒有出來 六張造型可以期待吧 可以 我覺得還行 讚 讚 我也希望 造型貴造型 但出來又是另一回事 你有點老哥 你居然自稱老哥 老哥聽起來很有親切感 老哥 我自己覺得還行 但是你到時候弄出來 有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但這個真的是非常的 宅男 緊張 我已經放棄掙扎了好不好 可是大哥有一種威嚴的感覺 對啊 就是你可能拍的時候是還行 但是出來就 不知道了 沒有 我只是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到時候會長怎樣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我一定會很好看這樣 我應該還是妹妹啦 目前還是妹妹 而且那個比戰 很好笑 真的是一個 就是我也沒有想到它會變成這樣 因為那時候的情境 就是我們釣到魚了 然後我們要做出一個很棒的一個那個 我們現在的情境就是釣到魚 然後很棒 好 好棒喔 好棒喔 阿清清就很棒啊 很棒就讚了 讚了 給它按下去 讚讚讚 我覺得這個造就奇妙的鏡頭 我也不知道會變成這樣 我覺得我不算酷 我不酷 我不酷 拿到老牌 拿到老牌 我真的是 接地氣 不知道不知道 會怎麼樣 反正大家就盡情期待囉 甜褲你不行嗎 應該偏甜褲吧 我不確定 好不要再拷問我 靈魂拷問 我是一個接地氣的人 我是一個接地氣的人 可是你 我覺得比讚 就跟衣服一樣 是看人 我要開始那個 我要開始那個 就跟穿搭一樣 再醜的衣服 只要是長得好看的人 穿起來真的很有型 再奇怪的pose 只要是好看的人 比起來 就是很有質感 當然我是沒有說我自己比讚很棒 我覺得我自己比讚還是非常的呆 好吧 對 只要還是看見 有些人比讚就很 很有感覺 有萬分 當然我是比這個 而且我是離 離得很遠 好 我們直播的時間差不多到這 要結束了 今天過得非常的快速 感謝913先來茶陪 幫我們度過這個 兩個小時的歡樂時光 我沒有業配 我為什麼要比雙手 因為一比一手很尷尬 就感覺很沒有誠意 兩手 哇 很棒喔 還有感覺嗎 但你在說我 我沒有這樣說 我沒有這樣說 那是你自己說 別人說你很老牌 所以我才告訴你這個解釋的方法 沒有 913沒有贊助我 不過希望有到一次913會贊助我 我很開心 我每天去買913 不用當盤子 對 你自己對號入座 我是說 可能別人是 這樣子覺得 說不定你其實比的很有型 只是他們不懂得欣賞 好不好 對 畢竟913是一個偏盤的飲料 尤其它是913先來茶 更盤更盤 你家的珍珠更盤 但他好喝 但偶爾喝就好了 這種東西就是偶爾喝才好喝 每天喝就不好喝 這是那個鄭布丁喝飲料的名言 就是同一款飲料 偶爾喝就好喝 每天喝就不好喝 我會想買茶葉自己泡嗎 不會 你偶爾會抓都好像幾個 幾個月吧 之後就可以去公園泡茶下去 我要跟誰泡茶下去 一年無份無限長 每天換 對 解決知道就是每天換不同家 不同口味 好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囉 現在是練榜時間 好的 難得我們道具組在旁邊 幹嘛啦 我只叫你拍手而已 拍手不對 你比較緊張 第十名是Akina 第九名是水垂 第八名是幻影正式 第千名是轉妝 第五名是綜穎 第五名是烏魚 你為什麼要只拍三下 你要一個持續的 你要一直寫 等一下 我剛剛念到第幾名 第五名嗎 第五名是烏魚 第四名是 第四名是誰 第四名 第四... 等一下 第四名是阿瑜 第三名是艾拉 第二名是阿貝 今天第一名是 第一名是 耶 耶 好 停停停 謝謝 謝謝 我不要一直挑剔他 很抱歉很抱歉 他直接倦帶來笑死 他沒有想到新的表演方式 他一如往事好嗎 他越遠與誰 好的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今天直播看得開心 要是不是有點不開心 沒有 他很開心 好的 粉絲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今天看得開心 欸 我跟你們說 我背完那個綠線 我背完綠線了 開始 我現在開始囉 新店 新店區公所 七張 小壁壇 錦美萬隆 公館 台電大樓 苦亭 周治基階堂 小南門 西門 北門 中山 雙江南京 南京復興 台北小巷 南京三民 松山 我錯了嗎 我錯了嗎 喔 對耶 大瓶瓶 我都忘記大瓶瓶 好吧 下禮拜再來挑戰囉 哈哈 大家掰掰 晚安 我是大瓶瓶耶 你去死我了 大瓶瓶喔 掰掰